Here is a projection of thought Now hear this All personnel now hear this Have a movie talk at this night 此夜場映幻 戒力何故 今晚止夜場映幻是有下半場出現的 我怕不止下半場 夠的啦 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要Fast Forward 繼續說香港電影金像獎 第33屆的入圍名單出爐 每次都是這樣說 越是多入圍的電影 有些人很刻心地說 你十幾項入圍結果 剛才上半場提過了最佳電影 最佳導演 影帝影后之爭 影帝 這五個名字 大家心目中是非常隻隻手可熱 非常實力派的五個名字 先有梁朝偉的一代宗師 古天樂的掃毒 劉青雲的掃毒 黃秋生的葉問 終極一戰 和張家輝的激戰 很奇怪 為何掃毒只入了兩個 這一個很有趣的懸念 難道他最初打算排我那個陣 就是掃毒裡面的張家輝是擺藍配角 是不是配票失敗 配不配票呢 這個就不知道 但我有多肯定 如果我是張家輝 如果我是張家輝 雖然我在掃毒裡面 在三個男主角落馬 但是這個名單入圍的情況 對於我是最有利的 兩體 都是那句千錯萬錯都有代一代宗師的錯 是不是有得爭呢 都是那句 不要低估梁朝偉的魅力 是 這個也是 過去也曾經出現過好幾屆 有聽過投票的朋友去說 為何今屆這麼多的高手猛人在這裡 你會投梁朝偉的 然後他給我的回覆 就是因為他是梁朝偉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始終就是梁朝偉 在一代宗師裡面的表現 真的是一個突破 但他鋒芒比張子儀蓋盡 這個是另外一碼子的事 但是你看看那五個名單當中 雖然有兩個業民在這裡 但大家感覺上應該都覺得 一代宗師的業民是好過終極一戰的業民 這個認同的 同時間你說掃讀裡面 那三個男主角 現在有兩個入圍 但你說以戲論戲說回 其實演技或角色發揮 最廣最大的 其實是張家輝的 你問我這個相對地之間 當然是張家輝是很厲害 由這個前期的宣傳 其實會不會是投票 選這個入圍名單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想著 不要讓張家輝分薄票完 集中投回西諾激戰 會不會已經有這個想法在這裡 才出現現在入圍的名單呢 如果是這麼精準的去計算 真的很精準的 如果這樣計算 那就是一個很令人怪目相看 對 張家輝的配票團 應該是很厲害的 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不索性放在藍佩哥 這個又對的 所以證明是很公平的 你問我 我私人都是想 這個激戰的張家輝 去拿這個男主角 因為他不論是前期的準備也好 圖中的不斷的演繹 甚至故事本身的發揮 其實他都是一個超班的 不再是啤骨龍 而且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 真的覺得這個不是另一個 全新的張家輝 所以應該是值得加他 所以在艾力心目中 會拿和想投給他 都是張家輝的激戰 但我也覺得危機有些暗容 你的票會投給誰 我那票當然投給張家輝 但問題是overall來說 很多人的票都投了去這個帥哥 OK 看看到時誰上台 跟著女主角 大家好像覺得有99.999% 是張子儀拿硬的 我覺得在我們本地主場 唯一有變數 跟張子儀去撒一撒的 就是爆謝 很難說 你問我們說 我們就覺得是爆謝 另外有一批 就希望是顏卓玲 是嗎 是呀 覺得 因為連顏卓玲 自己都希望不要拿到 這兩體 有時候獎的東西 太快到手 會被人踩桌 這個固然是 但問題是 如果你看回其他入圍的話 雖然我們覺得 爆謝的份量是比較重 但覺得 真的 都要看年輕一點 代表未來的新勢力 如果你說爆謝 相比年輕 每個人都會年輕 而且再數下去 例如很多人看 Semi Budget 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拿過一次影后 但這次他的排名 又不夠人家這麼帥 我認為都可以入圍當贏 但很多人都覺得 如果入圍當中 好像真的 不僅只有這些選擇 如果現在時間有限 其實都是張子儀的 沒錯 那就是藍配角 藍配角 藍配角有很多名字 有驚喜 我們預期之內 會入圍 包括彭于衍 陳友 和戴衛 都挺預期之內 會出現的名字 張俊 我一向都很喜歡 張俊 令很多人歡呼 會不會因為這部戲 而順勢推敗他上台 所以問我 其實會不會 一代宗師 嘩 很多人上去 最後會怎樣 其實藍配角 這個 我暫時就這樣看 這五個名字 有沒有一個 可以 在我心目中的比率 是超過五成 這個就沒有像張子儀 那麼明顯 張子儀的那些八九成 拿著 人們以為已經是99.99% 男主角 現在各自都有三四成 反而我們覺得 在香港主場 是不是應該 香港電影的機會大一點呢 但是沒有錯 好像還有其他選擇嗎 沒有了 女配角是有趣 女配角呢 這個獎 我想會不會是 這麼多獎項裡面 的候選者 年齡的橫跨是最廣的呢 他有這個最年輕的 上海電影節的影后 激戰裡面的小妹妹 李興巧 其實上海國際電影節 你已經是拿了最佳女主角 影后她都可以拿到手 現在這次欠女配角 但是她跟姓羅蘭一起去 但是羅蘭姐 這次我又會認為 大家已經是非常尊重 而且在我心目中 有些意外 開心的意外 這個是真的猜不到 我沒有想過羅蘭姐 憑著這個掃毒 入圍女配角 另外 魏英雄和劉嘉玲 她分別可以憑著兩部不同的電影 入圍女配角的組別 都令到這個組別的注目程度很高 也是的 起碼到時我們期望 金像獎的晚上 見到嘉玲姐和韋仔 會手拖手來 原來就是為了這個show 那也未必的 嘉玲姐當然也演得好 另外《宗教火人》裡面的杜娟 杜娟是有趣的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 例如新演員或新導演 如果她同時間可以起多票 在一些大的演員獎上面 或是導演獎上面 欠多個席位 她應該本身 新演員或新導演的位置 是很穩陣的 但現在杜娟 同時提名了 最佳女配角 和最佳新演員 而很大機會 兩艇都會反 不如我們自己投票先 其實你問我 這麼多個當中的《異戲論戲》 我這次雖然 不要說這麼早給她 不要說武大武勢 但既然上海那邊 都這麼早給了她 那香港給多次她又如何 甚至乎李興巧 最佳女配角裡面 我會認為她的機會 是大過五成的 我覺得其實相對地 她的表現是最好的 是啊 而且是最突出的 其實她是有資格欠女主角的 其實我覺得以這個演戲的技巧 甚至劇本設定當中 其實她是女主角 新演員是不是不需要提 不如我們猜一下 我們猜第二位是誰 不如我們猜第二位 最佳新演員是BabyJohn 然後同時有份入圍 就是中國合法人的杜娟 這個很高興 還有這個就是末日派對 就是廖子瑜 就是Fish 之前我們提過 就是那位女仔戲裡面 都蠻大膽的演出 沒錯 但是我就說 其實欣賞她的演出 就不僅是拿露鏡頭的 是整個演出都是精彩的 同時間就是 有第一次不善理的蔣家文 還有就是現在媒體上 報導都說 挺有爭議性 還是不是新演員 《迪仁傑》裡面的林庚生 你問我其實 除了這個狂舞派的 《Own and Only One Choice》之外 其他大家都好像 有一點點面目模糊 蔣家文都認得 因為有 因為女主角 始終有這麼多廣告宣傳 還有她外回家 但問題是 她在電影裡面的表現 就 嗯 好啦 那我們看下一個獎好嗎 相對地 你問我每天派對 就是這樣 阿廖子 余 余小姐 那個表現 都令到樓下三挖印象 對了 所以 如果這一票 我們抹了 不給投BabyJohn的話 我會投給Fish 真的 我也差不多 沒錯 最後 導演 最佳導演 最佳導演 你問我其實就是那句 我有愛有限 對她 怎樣 你問我 陣容當中 我應該 整體表現 是投給王家衛 但我很想投給郭子健 OK 我呢 我就會認為 論整部戲的水平 都是王家衛 但是我 雖然跟郭子健都熟 但是我都 認為這次有提名 都是很好的成績 我會想投給林超賢 其實他另外 那三位入圍的導演 全部都是香港代表性的導演 全部都是一個非常之 剛剛一三年都是有很好的水準 這些 所以 手掌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 還有兩個獎 想Fast Forward 看看 雖然現在時間已經沒有什麼了 最佳是動作設計 是 錢家樂把整個中環都炸掉了 有沒有機會 令他可以手道上台呢 還是因為炸得太準 我嫌他的特技太假 OK 應該都是一代宗師的狼中脈 你問我 不如我們開一個新的角度 一代宗師究竟 最後有多少個%是拿不到的 最佳新導演 一代宗師沒有份 但是這三個的名字 都是我們之前貼 如果被迫選三個 都會選這三個出來的 但問題是你問我被迫要選的 當然是首選王修平 我也是 次選就是Juno 其實這兩個 真的未到最後一秒鐘都不知道誰上台 這兩個我想是各有各支持者 但你問我就是 如果真的有些人覺得 一場遊戲一場show的話 假設狂舞派 最後突然拿了最佳電影 然後最新導演就變成Juno 好了 我們現在都太早去下任何判斷了 甚至乎我們說了這麼久都說 你當是一場我們自己的show就算了 對 大家歡迎收聽 無責任的預測 歡迎收聽指夜長影話 好了 再一次麻煩你學股 我們明晚也會出現 明晚繼續講一些賀歲片 好 明晚我們倒下 封一下